狹带着口斗墨西哥的气势 中华队玩场再战日本 一日两战的紧命赛程 从中华小将的表现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疲态 一局下半积极抢攻 被保送上雷的检佑员 发挥引以为傲的速度 抓成时机启动快腿 成功倒上二壘 而且这一道马上起了作用 因为下一棒轮到对杰克 敲出单场双翔炮的 强打少年白正安 手肝火烫挡一挡不了 右半边的深渊飞球落地形成安打 雷上的检佑员绕过三雷后 直拼奔雷回来得分 中华队先持得点 有了好的开始 中华小将面对强敌淘太郎 更是毫不畏制 三局下两出局 日本先发投手三田休也 还以为能安全下桩谁知道 第三棒的韩硕红 一棒打醒他的美梦 左半边的强劲拼飞球 就这样飞过拳类打墙 solo home run 即早场的墨西哥战三分炮后 又吸发拳类打 连两场开轰让全场球迷完全沸腾 队友也开心的扑上前 右排右打 中华队趁胜追击 得点圈有人的情况 国书为奋力一捞 右半边欧巴的声援 打帮助球队再下一城 取得三比零的领先 四局下再添一分的中华队 大好气势却在五局上出现变化 本场静悄悄的日本打线 终于苏醒 一出局一二雷有人 第四棒的山口黄起重棒出击 扫到右外野方向出去了 今天动地的三分炮 不只追到仅仅一分差距 陶太阳更是点燃反扑希望 六局上满壘的大好机会 户阱临时卡出一只穿越 一二类防线的安打 成功送回追凭分 日本来势凶凶的表现 也让接替投球的杨胜伟 乱了阵脚 一个挖地瓜爆头 白白送给对手分数 陶太阳不但逆转 超车更靠着三只安打 反倒取得七比四的领先 眼看最后的反攻机会 中华队试图全力反扑 杨义正左半边的德州安打 虽然追回一分 只可惜攻势没能延续 中场中华队就以5比7 吞下预赛的首场败仗 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